哇 超重啊 我老婆又不知道买了什么东西 老婆 你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大 这是我买的玩具熊 玩具熊 你少女心犯的 对来我少女心 还少女心你都老富人了 我带你这么贬地人的啊 你买这个有什么用吗 一定要有用吗 好看啊便宜啊 双十一卖特别滑顺 便宜就买对吧 不管它实不实用 不行吗 难怪双十一卖东西的人这么多 那你要想想 我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啊 哎呀 女人和小孩的钱就是好赚啊 苦的都是我们 男人 不要在那边哭啊 你看嘛我都拆开来看 你就知道滑顺滑顺 老婆 你真是不应该这么穿的 你看你这么穿 人家很容易误会的 没有没有 我那边穿了裤子啊 牛的长裤啊 别误会啊 我就是在家这样随意的 舒服这样穿 你看我都误会了啊 不会的啊 不要纠结这个 好吧 我这样行吗 倒住 你拿得出来吗 可以啊 你气不气的 不气的 我气的 我喜欢就好了 哦 打出来了 怎么样 哎呦有那么大的 啊 那个包裹里面看不出来 跟我人一样高 晚上抱着说 挺好的 呵呵 八十 怎么样 划算吧 划算是划算 主要是一定能有什么用啊 啊 你花这个钱还不如去给你买这条裤子呢 裤子我有啊 我怎么没有裤子啊 你有裤子的啊 啊 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穿过啊 啊 每天穿着个 短裙要不短裤 啊 天天把腿露在外面 啊 你就不怕冷了 那我要方度不要温度嘛 对以后老含腿 还不要 我有裤子我真的有 我才不信呢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去拿啊 你等着 这就是你全部的裤子啊 对啊 还没我裤子多呢 还好吧 你这条裤子不是挺好的 浅色的 配你今天这一身不是挺好看的 你去穿出来看看 怎么样这个 挺好看的 啊 真的 真的 你为什么还要天天穿短裤短裤啊 我觉得穿短裤短裤嫌气质啊 好看啊 哎呀 裤子有另一般氛围嘛 对吧 显年轻 是吗 对 以后要多穿裤子 好